大家好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原神成就收集攻略 成岩巨猿开图加一或许74-78 岩中有骨有有 又中大奖了 照亮黑暗闻起来像立青梅子须一些柴 一些处 成岩巨猿任务千年千亿岩殿大侠往事 全身点无人知 79-82 三角猫会水飞雄好样的 诗祭礼词 为千岩不动脚兔之枯 绿皮视频我们开始收集成岩巨猿天地望向的成就 开始之前需要小伙伴们把主线推一下 我们需要在队伍里面准备一个岩主 没有岩主的话用钟离 我们再准备一个雪少的角色 之后我们来到地面主框取的这个齐天神像 到了齐天神像之后 我们把死角撞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贴着这个山体走 贴着这个悬崖走 然后走过这个有一个躺的地方 我们朝前面飞 我们要来到这 这原来是有一波带物 被我提前先清掉了 之后我们掏出岩主 来这放一个方形 然后我们朝东南反向 来前面这桌这个跳板 跳一下 背起来之后乘这个加速环过去 来这儿再砸一个方形 红西 之后盐洞米会把前面的那个 一记 门丑的石头把它震载 我们就能拿到第一的成就 之后走进来我们先拆副本 来记得封场下面还有一个华丽宝像 小伙伴们可以拿一下 我们多来打开副本 来记得封场下面还有一个华丽宝像 来起副本以后 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地面主窗区的几天闪下 这一次我们朝南方向走 跳下悬崖然后朝前面飞 我们要去前面的那个华屋 要进行一个挖宝的游戏 原神榜的扫雷 我们下来找他对话 好的对话完成之后我们开始游戏 这个游戏是有规律的 如果你挖出来的是冲地 那它的四周这四个角 就是安全的 你可能会挖出来冲地 挖出来卷心菜 挖出来创石 挖出来宝箱 不会挖到那个炸药桶 如果你挖出来的是卷心菜 那它四周久移的地方会埋炸药 如果你挖出来的是铁块 那它四周会有两个地方埋那个炸药 而宝箱呢 它的四周都是炸药 所以如果你在边缘挖到了创石 那你就要去挖它的斜对角线 那个地方大带率或是宝箱 来我们开始挖 第一个是冲地 那它四周是安全 再挖 冲地 再挖 然后再来挖 这地方会挖到了铁块 那它的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那都是炸药桶 我们来它的斜对角先这挖 大带率后挖出宝箱 我们点击开启 来再开一局 一定好事 我们把这个捡起来 就前一局的不能留到下一局 不然你会分不清 到底是哪一局挖出来的 好这是第二局 我们再来挖 接冲地 冲地 然后再接着挖 冲地 而不是 这个是卷心菜 然后我们来这边挖 这个再挖 卷心菜 在前面堵一把 也是卷心菜 那不能挖了 我们要得一的得子 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可能是炸药 我们来这边 就只能碰运气了 这个如果挖到没有提示的话 好我们开了就是宝箱 就是一样再回去开一局 然后它玩上次 这一次我们先来把那上一局的东西回收了 再来挖 第一个 痛地 好 再截着挖 痛地 这个也是痛地 那它四周也是安全的 截着挖 挖出了卷心菜 那我们来挖这边 卷心菜 那 诶 这个镜头是怎么回事 这个地方 就它两个橡胶 这个地方就是炸药桶 然后我们来挖这 痛地 再挖 好和第一局一样的剧情 这个地方是创始的话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炸药桶 然后我们挖它的斜对角线 这个地方是炸药桶 这地方也是炸药桶 我们挖它的斜对角线 大带绿也是宝箱 好 我们开机一只宝箱 就能拿到这个成就 那我们剪一下这东西 之后我们再打开地主 这次我们要来到地下创区 我们来到地下创区的这个 巨渊主创区 上房地的TP点 到了TP点以后 把视角撞到我们的南方向 来这 冲冷 就能获得我们的阶层就 点亮黑暗 之后我们把镜头撞到西北方向 就那个淤泥 我们拿出负害角色 然后走上去 等到它把我们堵死 我们就能获得这的成就 之后走出来 然后我们贴着这个护栏走 朝西北方向起飞 我们朝前面飞 又要去到前面那个洞头那 如果刚才那趟淤泥被拟清了的话 这里还有一趟 可以来这 暂停弄完之后 再接着跑 我们朝西北方向状还是 来到这 这有一个起乌的地方 我们点击向上移动 就能回到我们的地面团区 然后在我们背后是一只华丽宝箱 然后来这边 这个点击开门 我们就能获得这只成就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参与剧院几只任务带给我们的成就 他们的线路是重合的 我们就一起拿了吧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腿长的角色 再准备一个输出角色 准备好之后我们打下地图 来到巨温植头左下方的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后 我们把视线状到东南方向 从这跳下去 向下看 来接我们的第一个时间任务 千言千年 来我们找到对话 好的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去找溜的动物 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地面窗区右边这个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以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背后 贴着山体走 我们走上这条木榜路 到了这儿我们朝右手边走 爬上这个山坡之后 就一直朝着北方向 我们再爬上这个山体 上来之后就在我们面前 这个木桌上是我们的第一的动物 我来调查一下 拿到中物之后 我们把视线朝背后撞 撞到我们的西南方向 然后打开翅膀 我们要去悬崖下面的内洞建筑位里面 那接着朝下飞 这栋建筑物 我们要去建二层 不是顶楼 到了这之后 我们走进去 前面进入门头 然后创向我们的右手边 再走进这里 再创向我们的右手边 最后就是穿我们下篮 之后把思想抓到背后 也是在我们的右手边 我们走进去 这里有一个炸药桶 我们用冬电角色来把它引爆一下 等它把稻草烧完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物 这里会触发另外一个 我们不用短 之后我们打拆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地面转区的气垫闪向 到了气垫闪向之后 我们把视线转到北方向 朝这一直跑 我们要绕一个圈 我们要绕一个圈 绕到气垫闪向的左手边 那边垫的牙顶 我们要绕到气垫闪向之后 我们要去到那个 那里牙顶 之后又一直贴着悬崖 朝前走 那里就可以用加速技能了 早右的翼技能 夜狼的翼技能 能加快我们的掌握速度的技能都行 让我们爬上去 再朝前走 去到那边 我们可以再借到一个世界任务 颜颠大侠 这个任务也会给我们没了成就 我已经能看见人了 我们先来拿周灵之花 在我们左边第三朵 前面两朵是青杏 捡起之后会触发剧情 拿一段对话之后 我们要击败它 再给它一个鸟当 之后再进行一段对话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就不用管了 先去拿我们的第三的动物 我们把镜头转到东南方向 跳下悬崖之后飞 我们要去到 那个 凯亚 翅膀 左边翅膀这样 现在再来凯亚则 脚紧 来我们降一下招度 在这 这一两只甜甜花 这有一只动物 被我踩点的时候 不小心拿了 我们捡起来 假装捡起来 然后我们把视线 撞到我们的西方向 朝下看 我们要去那个 茅草屋呢 刚才不是接了 那个颜颠大侠的任务 我们要去找它的手势 帮次来这 还是为了挖宝 来我们接下一下招度 找它对话 好对话完成之后 然后我们去 再去挖阿宝 这次 不用管 挖到炸当 也可以接着挖 好拿到这包手势之后 我们再去找老臭对话 等到到了这之后 我们选择马上回去 就能回到那个牙顶 我们就不用再爬山了 然后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就能获得这些成绩了 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 琉璃峰右上角 接着棋皮点 到了棋皮点后 我们禁止操前走 也是要绕一个大圈 才能爬上左边这个峰顶 去拿我们的正物 动物 来到这之后 我们抄前跳 要去到前面那个 断了的木桥这 来我们爬上去 再往前走 探到这颗薄荷 我们把视线转到东南方向 爬上接着桑梯 这里有着风场 我们合一的跳吧 我们来跳一下 跳起来 然后就 沿着这条路 一直走就行了 我们要去到那 这应该是我们的 第五个动物 第五个动物了吧 旁边还有的仙灵 我们可以挡一下 它的仙灵台就在前面 来到这之后 我们来 这有的鸟窝 我们来调查一下 来到这之后 来到招翔之令 之后我们再打拆地出 这次我们要来到天中霞 右边接着TP点 背后一个动物是任务宝箱里面 所以我们要来先再接着任务 到了TP点后我们朝前走 然后视线炒 还没到呢 等一下 来走上这个木制的楼梯 这会有一波盗宝团 我们来先清一波 之后会进行一段对话 它其实是千言均假冒的 我们要先完成这任务 我们打开地出 点击任务最终 之后来到彩胶堵 左下房地的TP点 到了TP点后 我们再和它对话 然后要去清剿那个盗宝团 我选了1 系统的选内列都一样的 剩下两个地方我们都要去 好 我们打开内政任务最终 之后朝东方向走 入到这两个盗宝团之后 我就在前面 我们先来清理建立营地的 那个盗宝团 来先剪A刀 清理完之后 我们 创到我们的 西方向弦 来到这个路头 我们转向南方向 来清理我们的下一个营地 来这儿再剪A刀 两个营地清理完 我们要去到最后一个营地 我们要去到最后一个营地 我们畅向我们的北方向 到这时候 畅向我们的右手扁 去西方向 再畅向我们的新郎方向 沿着路走过来 这里要清几波怪物 来剪A刀 好 清完之后对完画 我们就能完成地的任务 顺便来开启这堆宝箱 我们的最后一个重物 被其宝箱之后先别走 我们把视线抓到我们的西方向 这个千岩均前面这些地方 有一张长暴图 我们剪一下 剪好之后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回到巨渊之头 这些提皮点 右下方这些提皮点 我们去洞缝这六个重物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抓到我们的东南方向 朝下面飞 来到我们的任务接取点 我们来交任务 在后面 中风 中风之后 它旁边的洞筹就开了 我们跳下去 然后来阅读一下这个石碑 然后捡起 积极的圣遗物 旁边的华丽宝箱也可以开一下 开启宝箱之后我们爬回去 来 当它进行一段对话 就能拿到这个任务带给我们的成就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地下窗区 临时阻创到右边界的提皮点 我们不是拿了一张藏宝图吗 反彩 我们来拿第二张 到了提皮点以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我们的东北方向 朝这 朝前走 爬上这个梯子 那边的 爬上 朝前走 旁边 左手边有雷勒水晶创 你们可以踩一下 地下窗区的水晶创爆率还是挺糟的 来到这之后 把视线转到北方向 来到 这 这是我们的藏宝图的另一半 刚才踩点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拿了 就在那个地板 在这个地板 好,拿好之后我们打开地左 回到我们的地面框区 这次我们要来到天东侠右边这个棋壁点 我们要确定自己的背包里面 是不是有完整的藏宝图了 就是这个 阅读 如果没有完整的藏宝图 就不会触罚后面的那个鸡瓜 然后我们把视线撞到东方向 来着 海上累累跳吧 我们朝着崩南方向跳 爬上这个三体 上来之后我们再把镜头撞回东方向 走上这个断掉的木板 之后把视线朝东北方向撞 躲上这 再朝右手边 这有一个那个跳板 我们朝着南方向跳起来 爬上帝的山体 放来之后就能创到一波盗宝团 还有两个炸药桶 没有完整的藏宝图的话 这里是没有炸药桶的 我们点 两个炸药桶 然后等他把那只稻草烧台 门走过来 进入 又能达到我们记起视频的最后一个成就 这里还有一个流民金石 还有一个珍贵宝箱加一个精致宝箱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门 之后就会从机下主框区直接进来 记得关注再走哦